Hello 大家好 又是2020 今天就是 Danny 教重化 逢四六都有 通常有 盡量做到 又講多肉植物 今天講什麼呢 講一下這些 上次講一些不刺手 今次講一些很刺手的東西 就是星斗 不是星斗 星斗不刺手的 超級刺手 我們稱為刺球 多肉植物來講 就是很多刺 有很多品種 食屍人長也有幾千種 計算變種也有幾千種 這些 這兩個同一科 是這個叫裸岳科 裸岳科 裸岳科是什麼叫裸岳 裸岳是花岳 這些筆很容易開花 他刺了一队花 到外面有一個絵片 那裸岳科 那裸岳科 那個東西沒有毛 一般政治人長都有毛有刺 所以裸岳科 裸岳科 那這兩顆是什麼 其實所有植文都是跟學名,學名是拉丁文 但之前去到日本,日本仔英文詐 他們會改成人文名,很多都是... 我們回到漢字,只要讀 黃色這個,他們叫做鶯鳴玉 或者叫做雲龍 這個就是摩天龍 這一粒是甚麼呢? 這一粒是想說一說這些東西是怎樣繁殖的 說一說,私人掌是不同繁殖出來的樣子是不同 之餘,價錢也不同 怎樣說呢? 這些其實之前是炒得很貴的東西 他們就是大量繁殖 搞得很便宜 怎樣大量繁殖呢? 有幾個方法 一是用種子 種子就是花,受了粉 種子就種了很多年 你想想,種子這些 起碼沒有五、六年 沒有這個尺寸 雖然這些都是比較貴的東西 不是貴的東西 但這些起碼都是五、六年 但因為之前他們種很多 即是值錢的嘛 這些我們叫狂刺 那些刺很厲害的那些 那些是很受歡迎的 但做得多,便是貴的 所以這些是五、六年 這個是實生的 實生即是用種子出 以前是貴的 現在不是貴的 即是這些品種 這些品種不是貴的 用種子是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 什麼是駕接? 就是這樣 駕接就是 譬如這些先人球 會生小孩 旁邊會生小孩 你撕下來 批在下面 接到另一個先人柱 通常都是接先人柱 或者三角柱 三角柱 即是火龍果那種三角柱 這隻叫咒袍 這隻正方人的先人柱 叫咒袍 我現在摺了一顆 我可以給大家看 即是一會兒 即是一會兒 製作一些T-Shop 大家看看 就是 割下來 其實很簡單 即是這個底 割了底 接著上面又割了 這樣黏黏就可以了 所以用心對心 即是中間的心 對著下面的底座 普通的透明膠袋 也好 保鮮紙也好 套著它 還要紮緊 即是扯行它 這樣就生了 這一棵是摺了一個月 都生了 不過 我等它下面跟著 再生靚一點 就可以放進去曬 然後脫掉膠袋 就很快就大了 這個咒袍 用來摺東西很好 因為它生得很快 變成上面那裏 即是被摺的都生得很快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 這個尺寸 起碼要五六年才有這麼大 但是 時間內 就貴的 即是 人工 水 租金 全都是錢 但是如果把這些 去生的兒子 如果摺到這個咒袍那裏 會差很快 可能兩年 兩年多些 未到三年 已經有這個尺寸 即是可以快一倍 即是摺到G之後 還有一件事 就叫做 落地 什麼叫落地呢 就是 它現在這條咒袍 即是下面那個 很幼的 它不會粗的 那怎麼辦呢 它在這裏會越生越大 上面那粒會越生越大 越生越大 越生越大的時候 會變得很肉酸 即是好像會跌 而且如果 即是不好看 質魚蛋 不好看 始終是一個波子才好看 那為什麼落地呢 切回它下來 夠大了 切回它下來 中間的心 一定會滑清楚 滑乾淨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心 還是下面的咒袍 那個心 如果你不滑 你只這樣落地 來生一斤 的話 它那個心會負難 一負難 一負難便會死 所以通常人就是這樣落地 切了它 滑了心 放在地上 下一個生斤 這棵就是落地 這棵就是落地 有摩天鴻 那摩天鴻 那摩天鴻 為什麼落地 因為摩天鴻還是很貴的 即是如果這顆 如果實生的話 起碼就接近四五百元 但是現在這些落地很便宜 這些是一百元有爪的東西 但是 差不多樣子 你說看不看得出 現在這樣已經很難看得出 即是剛剛落地 或者看得出 即是看下面那個 即是直珠 碰著泥那個位 碰著直土那個位 你或者要看得出它落地 但是你如果生定了 才是看不出的 就是這樣 那今天介紹的就是這麼多 就是說 講解這個價值 落地 以及介紹這兩種智球 那這兩種智球 現在便宜了很多 雖然這個實生 雖然還是貴 但是也便宜了很多 而且很漂亮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手金摩天龍 這個鶯鳴玉 對 講到照顧那方面 照顧其實這些是非常粗 又是丟出去曬 狂曬就可以了 下雨也不是很害怕 這些是很粗的東西 平時一個星期添一次水 那 用一些粒粒 即是黃色的軟仔肥 一粒粒很小粒的那些 你添十幾二十粒 半年都添一次 一年多一次都沒有所謂 那就很足夠 OK 今天Danny搞粽粽花 是講到這麽多了 下個星期看看 還會介紹哪一種多物食物 好嗎 OK 拜拜 什麼文靈 都不忍心 fleet 先 Lift